那凡夫迷了 什么迷的 烦恼啊 总称为烦恼 烦恼分三大类 第一类是无名烦恼 这个烦恼最深 最细 最隐迷 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 不能觉察到 第二类的呢 就分别 这个容易 我们容易觉察 第三个是执着 这个更粗了 那三大类 如果我们有能力 把执着断掉 六根界出六成境界 严谨二文深界出 统统没有执着的念头 执着真的断了 外面境界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这叫阿罗汉 那学服算是第一个阶段 毕业了 成就了 真正有成就 这个成就呢 六道没有了 好像做梦醒过来了 六道不见了 六道是假的 不是真的 再往上去呢 就是把分别断掉 分别也是烦恼 你看 执着断掉了 就是清净心 现现了 真心 分别断掉了了 平等心就现现了 有分别不平等 是清净呢 不平等 有执着 执着是这样 执着不清净 最高的阶层 是破无名烦恼 无名是起心动念 叫不起心 不动念 那就真的臣服了 所以这些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每天张开眼睛看 竖起耳道会听 就是在六根对六进境界当中 修心 这叫真功夫 修什么 就修这三样东西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止处 是真功夫 果然到不齐心 不动念 你就用真心 用真心就成佛了 不用阿赖也了 用真心 进去设法界不见了 所以设法界还是一场梦 六道是梦中之梦 这样你就醒过来 就觉悟了 完全用真心了 虽然用真心 那个旺行的习气 还没断 所以旺行的习气 它显进界 就显的是十报专业图 习气断了 十报专业图没有了 也是假的 金刚经上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没有说十报图例外 没有讲 十报图也是虚妄的 最后告诉你 法上应时何况非法 法就是佛法 佛法是假的 不是人的 你要执着有个佛法 你迷了 你错了 换一句话说 自信 亲近心中 什么也没有 慧能讲的没错 本来无有 你有个佛就错了 那来的 那是什么 那是分别执着 力妄想分别执着 也发不裂了 那真正用真心 那么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 现象 今天讲的归来为三大略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你们有一样不知道 为什么 是自信变的 自信变的 自信哪有不知道的道理 所以称佛为万德万能 那真的是能寂寥啊 这个时候 身心有多大呢 身心没有像 跟整个宇宙 融成一体了 整个宇宙是吗 整个宇宙就是个光 净土叫长极光 长极光就是自信 长极光就是真心 长极光就是本人 长极光在我们面前 我们见不到 我迷了 长极光是大光明 我们只看精神形容的 比日光明亮 但是日光刺眼睛 日光有热 长极光没有热 没有温度 清凉自在 这个日月不能跟他相比 日月在极光之下了 那就像我们点一张蜡烛一样 在太阳底下 见不到 所以 真心是提 是光明 佛经上称他做 大光明藏 也是这个意思 他无徒不在 他无事不在 从来没离开过我们 这真心 真心就是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 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用什么心去感呢 真诚心 一分真诚 就有一分感应 十分真诚 就有十分感应 一定要懂 一定要肯定 自己本来是福 我们也是从长极光里头出来的 出来之后迷了 现在再回长极光就永远不会迷了 跟一切祝福如来融成一体 这些回归归唱极光啊 用权整理论满色的 词剑筹